当科学医学无法拯救时,信仰是最后一道方箭,2月18日甘肃兰州,最关公表演正好经过医院时,一男子在住院部门口,贵求关公从自己头顶跨过,关公跑下过,关关难过关关过,他想必是遇到了我们难以想象的困难,才会在大庭广众之下,虔诚地贵求神明的庇护,这或许是他心里最后的希望了, 因为享受着生命的灿烂,因为忍受着生命的腐烂,所以生命啊,他苦涩如歌,此时的关公可能比任何人都希望自己是真的关公,演了一辈子,这一刻多么希望能应验一次,帮助这些人渡过难关,关公大刀转啊转,斩断病痛和灾难,关公将袍绕啊绕,去走心酸和不甘,如此依依不舍因为有爱,否则我又该为了谁而存在, 所以生命啊,他璀璨如歌,对此,著名评论员迈克阿瑟表示,我读过很多书,也知道神明都是假的,可当看到被病魔折磨的痛苦时,我竟然也想常跪神明,祈求一切都将好起来,大型纪录片,苦涩如歌的生命,持续为您播出。